2月15号下午,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牵头建设的东西湖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首批17位患者出院。 这些患者最大年龄63岁,最小年龄28岁,入舱时间为2月7号至9号。 经过医护的中西医结合精心治疗,患者体温恢复正常,肺部影像学好转,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,经过专家组会诊,按照诊疗方案符合出院标准,准宇出院。 回去还是在家要观察,14天啊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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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给你们大家找个招呼吧。 好,你好,辛苦了啊。 据悉,东西湖方舱医院2月7号下午4点正式开舱,收治病人。 出院前,东西湖方舱医院为他们发放了出院证明, 并为每个人准备了一个温馨的祝福贺卡,以及小鼠玩偶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 东西湖方舱医院副院长李志强说 方舱医院主要收治的患者 以轻症患者为主 按照治疗规范进行治疗 为了更好的给患者治疗与关爱 医院成立了中医组 配置了高年资的医师和护士 为患者制定中医治疗方案 与西医一起为患者进行综合治疗 我们也成立了我们的一个中医治疗专家组 中医的专家 他们会去给病人做一些中医的治疗 也还有咱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 那个中医科的护士长 也在仓了以后 给他们做一些中医的宣教工作 第二个就是我们专家的团队里面 还有一些是好心理的 所以也会有做这个心理援助的 据了解 东西湖方舱医院拥有12支原汉医疗队 其中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5支 省级医疗队1支 省级护理队5支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P3实验室一个 武汉地区医疗队6个 可在方舱医院开展移动式CT检查和病毒核酸检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